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NURF和堡里是叶联名的一款产品 河内包括一个主体 一个浅管 以及6个海绵带 浅管和主体都有倾斜的元素 也是这个系列的特点 这个管子插进去就拿不下来了 我觉得有点太长了 准备放弃这个浅管 就不安装了 作为一款机锤上弹的大热器 就需要对比起它的老大哥 姜牛了 两款的机锤一模一样 应该是一个模具粗的 机锤到转纹的长度也是基本一致 就是堡垒这把握把稍微大一点 也多了钱块转接的部分 所以看着整体就大了不少 在分件分色细节涂装方面 堡垒完败 姜牛毕竟是经典 当然也可以说这把设计比较简洁 激发一下 感觉器皿也弱一点 不过看射程也还行 这把的优点就是这顺滑的转纹了 每次放在手里玩的都很爽 可以装贴六发正常的 比姜牛多一发再单量 轮本身没啥问题 就是在整体造型上 好像前后有两个转轮排队 略显奇怪 好 这把呢 我主要就是想改改外观 下边加一个补丁消除这个斜面 前面加一个短管 把这个橙色的内管遮盖住 功能上就是兼容短蛋 好 先拆 内构和姜牛基本一样 弹簧的力度还行 所以就不换了 转轮部分把定位杆从后边剪掉 然后打磨顺滑 打磨好了 打磨到短蛋可以正常塞入即可 没啥问题 然后外壳部分需要在这里阳线切掉 以开辟一个厚装蛋的空间 切好的样子是这样 组合在一起测试一下 激发也没有问题 然后可以看到这两个零件裸露在外 有可能会掉出来 所以这里需要一号打磨零件把这两个东西压住 然后螺丝固定 完成的样子 这样就不用担心零件会弹出来 被切的这片壳需要打一个零件2来填补漏洞 就像这样 直接粘在外壳上就行 好已经粘好的样子 后边用的是502和热绒胶 墙都不用担心很牢固 再次组合一下装蛋测试 依然没有问题 最后是打印零件3号和4号 3号就是一个前管 可以直接套在橙色的管上 4号就是枪体的下骨钉 也是两片壳的结构 通过两个组组软固定 两片分别站在两片枪体上就好 好都装好了 打开看一下里面的样子 下一步就是喷漆 这次用黄色和黑色的组合 OK所有的零件都改色好了 前管部分是黑色 握把下盖是黄色 转轮是黑色加银色 然后贴了一点其他发生机的贴纸 主体两片壳就是黑色加黄色 也是贴了贴纸 然后加了一些做旧的效果 现在就可以组装了 简单是这壹下 装填了三发长大和三发长大和三发长大 总结吧 这把其实没什么好说的 就是增加一个兼容短暂的功能 其他都是外观的修改 打印件稍后会分享在T站 喜欢的同事可以去下载 好今天就到这 祝大家玩的开心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